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我谈一谈 关于跟建筑有关的关系 因为建筑实际上是把 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一个极大城 把它们扭结到了一起 在建筑当中 你要花费到人力物力 有整个的社会组织 这就有政治 还有财务的这些方方面面 还有艺术 包括为戏剧这样的一个需求 产生的空间的要求 为战争 为胜利 为所有的这些庆典 建成的这些伟大的建筑 包括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前一段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买房 现在说房价比较低 曾经有一段中国也很流行 所谓欧陆风 这个欧陆风其实大部分 也是远远流长 可以从希腊文明可以算起 欧陆风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看到 我不知道一会再问在座吧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它的一些装饰 刚才郭先生也提到了装饰的问题 那么装饰它到底有哪些东西 所以下面我想通过一些幻冬天 实际的大家来看一看 希腊文明当时鼎盛时期的一些遗迹 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片是雅典魏城 雅典魏城在希腊 应该可以说是希腊的一个象征 雅典魏城它的这样的一个来源 是因为有几点 其实雅典魏城 原来它是一个希腊的应该算是一个小的联邦的一个小国 希腊很多周边的这种都是联邦制的这种小国 刚才说的体制有各种各样可能采取的不同 但是他们也有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基因在里面 但是当时的这个世界的格局 也是互相要打来打去的 一方面要攻也要守 当时雅典魏城上面就有一些贵族住在上面 它有一个天时地利的这样的一个 独特的地理的一个优势 本身它这个地面 它这个地面就是比旁边咱们看到的这个小房子 高那么七八十米 相当于高二三十楼十层楼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那么它俯瞰周边 有很好的一个军事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后来呢 同时呢 这个希腊另外一个方面非常有意思 就是希腊神话 刚才其实应该也请罗先生讲一讲 希腊神话的这些起源 因为我从小呢 其实是从我爸爸的书房里 看这个希腊神话的这些故事 对这个希腊神话是有一点 这个基本的一些概念 但是我今天 我从事这个建筑到今天 我觉得希腊神话其实也还是在说人话 在说他们的生活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神 那么雅典这个神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雅典娜 雅典娜是传说是 从他们希腊最主要的神 宙斯 宙斯的脑子里 因为剧痛 脑子里出来的这么一个智慧女神 她也是一个战争 她这个战争不是战神 是这个公义 公平 正义的这么一个神的化身 所以任何一个民族 她有了这样一个神 她觉得就对她这个民族最好的保护 所以很早 他们在这个山头上 就开始修建 这个雅典女神的神庙 那么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中间 最重的这个 就是帕提农神庙 就最大的那个神庙 那么这个神庙 是因为什么而建呢 是因为这个波西战争 就是波斯和希腊的一个战争 而建立的 就是波斯和希腊 其实当中有很多次的战争 波斯曾经甚至占领过这个希腊 也有 那么就刚才您提到那个 那个执政官叫 波利克里 他带领了这个希腊的人民 然后还团结了周边的一些 一些一些城邦吧 联邦 然后在内战 那个对 所以他这个波西战争胜利以后呢 他们希腊人民呢 决定要重建 当时被波斯人毁掉的 这个雅典娜的女神的这个神庙 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神庙 这个神庙呢 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于什么呢 希腊当时我刚才说有不同的城邦 他们不同的城邦 也在不断地发展自己文化的分支 比如有些城邦是爱奥尼克式 就是他的这个文化有比较细腻 优雅的那样的特点 那么有些城邦可能是多利克式的 这就牵涉到后来 一会儿我要提到的一个注释的问题 就是不同的相当于不同人的性格的这样的问题 不同人的性格 不同民族的这种文化性格 在最终这个帕特农神庙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当中 互相融合 然后达到了一个巅峰 这个我们就看到最中间那个塑像 那个站着的立像 就是雅典娜女神的神像 原来这个应该是青铜和金子 这样雕塑成的一个 后来都各种各样的 慢慢慢慢就遗失了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图 这个图是一个后来人的想象复原图 现在基本只剩了遗址了 它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小山坡上 小山平顶上 然后它有很多的基座的墙 这样一手难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下角的呢 是它的这个入口的山门 正对的 这样有山花的 这样有六颗柱子的 这就是它的这个正式的山门 后边比较高大的那个房子 就是帕特农神庙 旁边这个小的山门和这个入口之间的 这个一个小神庙 那就叫圣里神庙 就是当时波西战争曾经胜利的 有一场胜利以后 他们已经开始要想见这个东西 就有这个模型了 后来慢慢慢慢才开始建立起来 这是从屋顶上俯瞰 这个红点出不来了 那我们可以从上往下看 上边的就是它的山门入口的地方 那么左手边最大的这个庙 就是雅典娜的神庙 当时这个雅典娜的神庙呢 是这个希腊叫建筑形制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 叫建筑形制 最高的一种神庙的这个形式 因为一般的希腊的这个神庙呢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圣里神庙 它只有四颗柱子 那么一般普通的神庙呢 可能只有六颗柱子 那这个雅典娜的这个帕特农神庙呢 是八颗柱子 就是正面 正立面八颗柱子 侧立面的是十七颗柱子 然后它实际上 外围的一整圈这个柱子中间呢 它里边呢是真正的神庙部分 它也是有石墙和柱子 第二层柱子形成的 这个主厅呢实际上就是祭典雅典娜这个女神的 里边有一个应该是有雅典娜女神的座像 后边呢 这个神庙的后半部分是他们的这个财务库和那个档案库 这个雅典娜神庙呢 我们还可以继续看 这个下边就是山门进来 这个就是帕特农神庙 中间那个有一个镂空的这个感觉 基座的一个地方 就是原来树立雅典娜女神雕塑的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雅典娜的这个帕特农神庙呢 是非常庄重典雅的 这是另一个角度看 这是换了一个 实际上这张图片是颠倒的 应该是左右相反的 这是夜景 咱们看底下那个灯光闪亮的这个地方 就是刚才那个罗先生说的那个剧场 其实这是罗马人建的那个剧场 罗马的小剧场 这就是那个剧场的那个内景 就是经常一些重要的戏剧活动 还有音乐活动都是在这儿 对对对 所以在这儿呢 正好跟各位年轻朋友交流一下 一个特点 就是罗马建筑和希腊建筑最大的特点 其实一眼都能看出来 罗马建筑有很多这样的小拱 小拱圈这样的窗 这个是罗马建筑 但是在希腊建筑 刚才我们看到的神庙里边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建筑特点 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胜利神庙 胜利神庙 我们可以 大家可以 耐克 就是我们耐克鞋的那个 对 尼克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 大家可以开始关注那个柱头 就是这颗柱子 顶上的柱头的这个形式 后面我可以做一些跟其他的这个做一些比较 这是山门 山门的这个陶利克注释 都利克注释 这还是那个胜利神庙的这个爱尔尼克注释 爱尔尼克注释呢 它这个柱子呢 是比较纤细 然后柱顶呢 有这个卷窝 这个神庙非常小 五米多乘八米多的一个小神庙 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这个实际上是那个山门 它这个山门呢 其实也是依据地形 所以当时这个希腊啊 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虽然有这样的形制 非常成熟的艺术的体制 但是它依据地形还是不拘一格的 这个山门其实分两部分 东半朗和西半朗 就是正对下边的是一个高度 正对这个后边那个广场的是另外一个高度 所以这个乌檐它不是一整集的 它是有高低有错落的 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 要跟大家观察这个柱头的变化 你看这个柱头上面就是方的 刚才我们看《胜利女神》的时候 这个是卷窝的 这个就叫埃尔尼克注释 这个就叫陶利克注释 或者叫多利克注释 陶利克 这是侧面了 这是应该山门 这就是六颗柱子 这是山门的这个 对 山门的它两边不太一样 对 这是山门 这是山门的那个复原图 它是六颗柱子 中间进去 但是大家仔细看 这个六颗柱子是前面的正里面 然后里边的这个柱子呢 还是用的是埃尔尼克式的 所以在这整个的 雅典未成的这个建设当中 已经是两种文化 不断地在互相融合的这个过程 然后再介绍一些 基本的一个常识 就是这个几颗柱子 顶着这个大梁 上面就是有一个很斜三角的 这个东西我们叫山花 或者说叫阻力面 这个实际上是建筑非常重要的 一个表达的方式 对于这个山门来说呢 我不知道是当时建造的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建造山门的时候 因为有财力物理和他们的 一般来说山花里边 是要有很多雕塑的 那么这个山花它实际上没有雕塑 然后山花和柱头之间 这叫门楣 门楣之间你看有那个三条板的那个东西 那叫三龙板 实际上呢 这个在这个三龙板之间 按说也应该是有雕塑的 但是在这山门里面都没有 有可能它是要把这些呢 留给这个后边的帕特农神庙 这个叶景 现在我们就是等于到了这个帕特农神庙的这个前面 前面是八颗柱子 八颗这个多利克或者叫陶利克的柱室 这个柱子呢 你看它是把柱子好像直接放在了这个台积上 它身上呢 这有这个轮 这个轮一般是二十个 二十二个 二十四个都有的 那么柱头呢 就是简单的一个像圆盘似的 翻过来 然后顶着一个方形的一个柱托 上面是整个的石头的梁 然后再上面是一个是门楣和这个尖顶的这个山花 可能关注这个欧陆风的这个朋友可能也会说罗马的那个也有 但是希腊的这个山花和罗马的山花是不一样的 希腊呢是比较平缓 小尖的很缓 很缓缓 但罗马就要求这个这个这个三角形就比较高索 比较陡 这已经这个看到正面 在这儿我们就看到 它门楣上面三龙板之间是有这个浮雕的 那么隐隐也看到这个三角的山花的这个几个角上 因为山花现在都脱落了 那也是有很多这个雕塑 那么他们希腊的这个建筑 把建造的技术 把雕塑的艺术 把他们对神的这种敬畏 把胜利对于民主 或对于他们自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庆典 都集中在了这个建筑身上 这个我们看到 非常的加工的非常精美 这个都是在公元前 应该是公元前四百多年的时候 四七多少年 我这具体年代记不太清 非常宿母 还有呢 刚才我们在比较这个注释的时候 这个多利克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阳刚的 男性的这样的一个象征 艾奥尼克呢 实际上是女性的 这样的一个 所以它的这个柱子 柱身 这个粗细和高度这个比例 是不同的 一般多利克的注释是一比七的 就是跟一个正常男性的比例 差不多的 但是在这个帕特农神庙呢 因为刚才我说的 艾奥尼克和多利克两种文化的这种交融 在这个帕特农神庙里边 它已经把柱子和柱子之间的间距 柱子本身的高度和这个粗细的这种变化 已经向艾奥尼克注释发展 它就变得修长了一点 这是一个别的国家仿造的 这个艾奥尼克的复原的这个东西 如果说当时 似乎可能就是应该是这样 但是应该说还有很多的装饰 就是那时候金色 红色 很多鲜艳的颜色在这个建筑上有装饰 那么现在岁月已经把这个东西都没有了 只有白色的大理石 这是一张复原图 你可以看到当时神庙的内部 应该是近似这个样子 里边也有两层的这样的柱子 就是把尺度缩小 显得雅典娜女神是非常高大的 当时你看金色的装饰是在门楣的柱上的梁子 都是都有的 其他都是洁白纯洁的大理石 这也是一个内部的一个想象的模型图 这是粮柱 这是残存的粮柱 其实希腊的这个古建筑 最早还是从木构架建筑来的 就是木头还是最容易加工和获得的建材 中国的传统建筑 在很长的这个时间里 也是延续这样的一个体制 但是这个也可能是经济和地理状态的 他们那儿的可能木材相对来说可能到后来 相比于石材来说 石材更容易获得 特产 但是这个建造过程当中 它还是模仿木材的这样的一个建造构造逻辑 所以也是有梁柱体系 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建筑大部分的形制也好 或者结构体系也好 是从希腊这样开始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希腊的雕塑 这个是圆雕和高福雕 我们其实也对于雕塑这件事情 其实希腊也是跟埃及或者更早的小埃西亚 那些周边的民族学来 但到这儿他们把这个记忆琢磨得更透 这个加工得更精细 跟他们的数学或者其他方面的科学的发展 我觉得也是相关联的 包括你们这上面的文字的雕刻 可能后面的看不太清楚 包括这个圆盘上文字的雕刻 因为这个建造神庙的时间其实很短 就是差不多十年左右的时间 然后雕刻 刚才郭老师提到的这个废地 也是整个神庙主要的雕刻的艺术家 对 西波战争之后 重建 慢慢地重建 下面我再介绍 就是亚电威城上另一个神庙 叫伊瑞克仙神庙 伊瑞克仙神庙 其实它是一个很杂的庙 它既点海神也既点雅典娜 然后还有说是城邦的发源人的墓 也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神庙有可能也是分次 分阶段 不断地依着地形或者原有的遗址盖成的 所以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 非常整体的一个建筑 它是很多高低错落这样建成的 那么甚至我们可以在这看到 我们这个柱子出现了女像 非常优美的希腊女子的雕像 那么这儿的柱子 其实都是艾奥尼克柱式的 艾奥尼克柱式的它的特点 就是说柱的粗细和柱子的高度 是在一比十左右 所以它很纤细 很优美 很优雅 那么最有特点的 就是这六颗这个女像柱 这个希腊女神的这些衣绝飘飘 这个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每一个 都有它们具体的针对的女神 这是真正女神的起源或者来源 就从这开始 那么周边的这个小的眼口的这些雕塑 非常细腻 然后它除了这几个柱式以外 其他都是以石墙也是比较实体的这样一个建筑 来衬托帕特农神庙的那样的一个庄严和树木 在这儿我们有几张艾奥尼克柱式柱头的卷窝的示意图 非常精细复杂的这样 所以当时你在那个时候都是人的手工在加工 没有今天我们的电脑 没有我们的扫描仪 没有我们这些机械加工的东西 那么就是靠人的智力和坚强的 我觉得是一个意识 对于神的赞美 对于生活的赞美 它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儿也正好 这就是希腊文明给后来的这个注释 所定义的三种 一种叫多利克 一种叫埃尔尼克 还有一种叫柯林斯 柯林辛或者这样的一个注释 前面这个多利克就是比较男性的 中间的埃尔尼克是 那么柯林斯是更装饰的 柯林斯 那个写错了 这个是对 柯林斯注释 所以注的高度 注的粗细 他们在建筑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关系 这个注释 那么到罗马其实他们又在这个发展了 变成了罗马五注释 就是欧洲的这个古典建筑 基本就是按照这个套路 所有的比例 为什么说注释呢 这个英文叫order 也可以认为是秩序 所以西方的这个建筑 包括他们的对于这个社会秩序生活 是有一套完整的 一以贯之的这么一个理念在里边的 有了这样的一个注释 其实跟中国传统的这个斗拱有点类似 就是基本的一个材料 它的尺度 所有其他的方方面面 梁架 空间的大小 都是可以推导出来 那么大的神庙 可能这个柱子多粗 那么它的高度 它的空间的深度 也就确定了 这边这个图 其实是伯兰登堡 这个德国的这样的一个 所以当时希特勒第三帝国这个复兴 其实也是想我们说的文艺复兴 后来的类似的这种文化复兴 想要复兴的就是希腊文明的那时候 鼎盛时期的那个古典时期的那些文明成果 这是帕典诺神庙下边 柯林斯住室的一个小神庙 所以在 阿波罗神庙 宙斯 宙斯神庙 这在拜后边 后来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尺度 旁边有人 这个人其实跟那个柱柱 这个柱子是估计两三个人都抱不过来的 非常的雄伟 这个我们再看一看 这是正里面 这个就可以比较 一个是雄壮 一个是典雅和优美 包括这个女神柱也很有意思 它既是要有雕塑感 但同时也要实用性 因为如果柱子不够粗 或者说这个不够结实 那这个什么样就会塌掉 西方的这个建筑 其实很多建筑是一次一次盖了 可能十多次盖几十年上百年 盖不成的都塌掉了 那么像它这个柱子 也是为了它的承重性 让这个妇女 你看她的头发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雕塑就让这儿的石头 它要有足够的厚度 能够承重上面的笔 这是别的神庙里 后来的 好像是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有很多复制传统 古希腊的雕塑的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